109年度原住民族语言推广人员计划三月份开始直席 各家镇市推广人员正在进行推动 12号简安湘太鲁阁族推广人员刘振宇 他还来到族人家里头为大家推广太鲁阁族的族语 希望可以做好文化传承工作 109年度原住民族语言太鲁阁族语推广人员计划 国道单位原住民族委员会 霍南县政府承办单位霍南县简安湘公所 而推广人员刘振宇特别拿着教材 前往原住民的家庭来教大家一道十的套入各族的母语 他有前面一个是 所以为什么我会要讲特别强调数字片很重要 包括你们要去考主语认证 这个数字很重要 第一个你的家庭有几个人 像比如说以翔好了 你的家有几个 比亚十八 比亚罗亚三八十 你讲数字十八 对 他讲就没有错了 十八十几 所以这个为什么 还有就是你的年龄 像比如说以翔你现在几岁 以翔你几岁 马喊 对 那时候 天安的海带路拉伯 十八雷马马达路拉伯 比赌马斯巴蒙阿里拉伯 马喊加拉伯 由于太陆葛组退光令 利用假日时间 配合家庭聚在一起的最佳时刻 家长和小妈们共同来学母语 大家都觉得受益良多 这个的话是也是经由我们的群组里面所得知 那有主语老师可以到家里 所谓的家庭主语教学 那么所以说我就立刻积极的跟我们的吉安乡的主语老师 然后联系 然后并敲定每周六 然后来我家来实施主语教学 所以说对于我们从小生活在平地 然后父母也从来不太会跟我们说主语的人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那未来的主语 我们的小朋友 原住民的小朋友想要得到原住民的相关福利 一定要考取所谓的主语认证 然后才能够获取 所以我要把我没办法学到的东西 那能够在我小朋友 我没办法跟他对话 所以说我就请了主语老师来家里帮我们教学 真的为我们解决掉很多我们不太会的事物 这个其实亲子当然会提升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共同学习 然后一起努力 虽然我不会讲 可是我也跟他们一起学习 那未来的考试的时候也是我们一起去 那这样子的话在一起努力的情感上面会更加的凝聚 同时间在我们互相在学习在对话 甚至说考出来的结果都能够讨论我们的亲子关系能够更紧密 我觉得跟爸爸一起学习也蛮好玩的 可以跟爸爸如果不会的话就可以问爸爸 那你觉得说就大家一起这样学那个感觉怎么样 很好吗 感觉很好又很开心 可以和大家一起学 不会的就可以问大家 就是他怎么念或是单字怎么念这样 刘正义表示 县长许正伟和姜姜向上余书珍相当重视母艺的教学的重大政策 也关心了解推广人员执行的情况 同时也不时的为大家加油打气 母艺教学深入每个家庭 推广人员可以说是把自己的智慧传承给下一代 虽然工作是相当辛苦 大家都怀着自己有使命的心 来传扬太魯格族的固有文化 记得终于见下不到